我们更着重的是语言的功能性 语言的功能性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孩子说话的原因还有动机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孩子已经缺乏社交的兴趣 去跟我们沟通 所以在我们定制目标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找一些对他们来说是具有意义的字 才可以增加他们的动机 那这么说起来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开始呢 其实一开始很简单的 我们就是想要让孩子直接去要求一下他想要的东西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他有足够的动机去跟我们沟通 而且也可以让他们很直接地去明白 只要他说了一个字 发了一个音 他们就可以立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去感受一下语言的威力 除了孩子提要求或是提出他想要的东西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就是 在哪一些情景 有哪一些词 对他们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呢 比如说这个孩子 他很害怕去画画题 有可能很害怕那个离心力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呢 不就是一个很重要 而且对他来说很有意义的词 我们可以叫他 小哥 没有哪一来 没见儿 没有哪 可能